Y这种级别的枪手 你走这个土路就一定没 最多了你走一两个人 你的投车他可能给你放了 你后面的车全没 这边的话 富英文是有一个放倒 将南兽给打掉了 另外的话是YLG和时期的一波小遭遇 石城西部的这个山头 这位置抢草车 投车直接开枪了 真是对方有两个人啊 这边一个人开一个人移 受的话被连打逮捕 黑猪这个传手别的不说 他这种花活是真的强 还好没被抽到 MC也在往里面去走 哦坦克 打头了 有司机就是厉害呀 这边的话应该是这个远处 SMS 被发现了 出手了 这边出手 Gatvet同时出手 12放倒了911 这样近点可以压 近点是有三个的 雷的距离看一下 哦 跟过来了 这个雷直接跟过来了 这跟踪呢 不愧是为谁 精准制导 Forever出手放倒了阿桶木 目前这幅外人并不多 哇 交12这个洗头 哇 一丝血了 顶下来了 真一血啊 这波打完 打完之后还能掩护 Gatvet同时回来 这一发手来 炸了一些血量 还好血打起来了 两个人打过鞋头 这个过点 Forever 刚好拉过来 那这一波 有Gatvet的出手 也是能够把队友 也接引回来了 这是个布局 阿里让17去走 听到了17动车的声音 天梅直接接位置 黑主倒了 给人17对枪 这边小鹏 要给一颗手雷压制一下位置 这地儿已经被散完了 两颗手雷全部都扔过来 三个人手雷放倒了小鬼 这边主要是圈边的压力 也比较足 实际想换个点 但没有想到 哇 这MCT把图控完 真爽啊 往西边DT 天地里啊 是把小鬼的这一分给拿了 Fore M再看 完全靠枪 听一下脚不生啊 正好 燕先生看到一点点侧影出手 先把了对面 看到了吗 要丢雷了 先把这一分拿了 哇呀 这个手雷灌到坑里 这可好人吃雷 这露露再来一颗雷没了 露露的角度 让这个位置完美吃的 直接压过来硬打了 这四分拿下没问题了 天梅成功的把VLG团灭 DT赶过来了 这是来劝的 想劝家 但是天梅没导人 解针凡旗 凡旗近点先打一个 顶部的队友也顶住了 小鹏原来胜�만把鞋钊ashed 绝帮倒 不过竟然DT 感觉要无了 DT只剩最后一人 smallcc在后面顶不上来了 TMA这局打得太漂亮了 阮应好快接两队 主动打了一队 然后接了一队 舔包舔一包发现来人了 成功皆赢 读老人 为什么 你不知道 只能从正面去进 见 又是4M跟IFTY 又是遭遇战 这不开着贴近 先放到一个FM被连打带步 12处的放到小九 悟空的远处出手放到了小鹿 近点 FM 剩两个人了 先找机会拉一下 IFTY 想要龙斯格尔应该知道高的位置 高的位置这个点是放过墙的 龙斯格尔在侧面找机会了 看到了正好是个侧线 出手没有任何问题 先把分数拿了 然后剩下人在防区里面 122 直接站起来 撒开手了 近点顶不上来 一直在被抽 又倒一个 122 服人 服人 FTY 同时要封烟服人 龙斯格尔去加点 彩火了 要倒吗 倒了 倒了之后龙家就要进攻了 彩火知道人在一楼 等火散 给拖延对方的一个进攻时机 但是人已经加好了位置 这个点位被看到了 两个人打协同没有问题 还能拉起来 这时候IFTY还能保持一个三人编制 FORM这场没 怎么办啊 怎么拿头打 硬冲了直接腰射 结果可以静都懒得开 爽收两分 不是右键坏了吗 先掐分为进啊 横向飘移太干干了 横向飘移太干干了 横向飘移 后面还做两个 什么都没有 什么折腦都没有 大击处就放到了雪魔 击不得了反破 有机会直接往前去压 两个手雷协同没有扔到 四个人全部到点 这个急火雷没有丢好 静连已经顶过来人了 577把过来支援 高新的侧面能顶住吗 持续的道具轰炸 李俊同马上要顶静点了 高点上看到了一个缝 就带近点这个雷 来个小敌方 来个小敌方 先打测身 高新拉枪 他人逼出来了这个高点 有机会再打一个 自己被羞残 队友呢 六一 珊珊来迟 这个点位还能补上枪线 这一波 还剩一个别哥啊 撕血在这个反坡里面 在里面去 高新没来及服 后面RBS来劝架了 这一波 狄狄剃和降落革命 其实都很危险 听到了声炎蛋没有秒 炎雾散了 位置锁定了 后面啊 RBS来了 来了 最终还是团灭了 但是12月是K的一个人头 下一波要继续接架了 伊克雷已经丢到刘瑶脚下 刘瑶直接被炸倒 只剩五七七跟妈妈 两个人在二层楼里面 RBS这一波是三人来劝架 要攻楼 道具非常的充足 一颗雷丢的很准 直接丢到房间里面去 五七七往后跳 还是被炸到 这也是一颗精准制导手 塞到了脚下 跟着五七七的脚底板 直接被炸上了天 RBS也要掐分啊 现在34分 这把拿下的话应该是进了 是的就够了 现在常常还有90队伍 坚持下有排名分 是 有火丢进来了 要扛着火硬救 但起来翻出来又倒了 妈妈也没了 这一波直接裂开 扫车把车台扫爆 结果被翔路肯定顶了脸上 这一波的冲的这个坑里 被人猛灌手了 SMS得出手 有火势的蔓延 能踩的点位并不是很多 强陷糟糕呀 来弄马 为了夺火躲到了来圈外 没办法 只有个反坡可以带 跟队友是同一个强陷 北部简直究极混战 FTY被夹在中间 被两队给打完了 都想换分 现在这个局势就是 想多掐一点分数 用一颗手雷 将玉给炸倒 下一个受害者 就是悟空了 95K啊 好难啊 想要摸过去 去抓人的 已经看到了 然后再切枪切过来 没问题 下一步打DSS DSS是一个私人满边 近点还没有出枪吧 直接开始打远点的人 侧身就有 回家的路上出事了 Coco没有给考虑任何的机会 直接带走 近点还有 刚才露过枪 要排点 往前压 在里面反应速度非常坏 直接腰射带走 Coco 上了场之后 就站起来了 DSS居然是满 现在跟MCG做起了非常和谐的邻居 大家一起抽北边的把 说实话 目前为止名额还比较多 是的 主要是MCG啊 他非常老辣 你跟他和平共处到后面哪要 这个血量其实没有必要 也先边啊 12月的出手 李白倒地 12月继续往这个眼里风雷 扔些投注 排一排 扔闪 排一排排一排 延缓攻击 找到侧身 这波坦克找到机会 但是自己也被打了 这位Coco Coco 这局枪感好好 近点再打 12月已经漏枪了 Coco拿出来 被12月百秒头部 12月这个精准定位 拉过来就是头 所以我现在发现 打游戏的时候 你别找点是好轻的 先加好了位置 腰射净 出问题了 然后旁边还有小鹏 在反坡去架 MOS只能继续往前顶 但他们可能要被捕了 今天还有坦克 坦克小鹏 12月的侧面已经把小鹏给打掉了 MCG这波圈架没圈好 RBS经验太丰富了 真不愧是第一季的MVP RBS成功把北部拿了下来 目前保持了一个很好的编制 最后是一个四打四的 打二的 露头 就怕这种方法 跟游人对枪是吧 游人的枪 恋爱双居 这顺居 这年轻人 你爱了吗 我受不了了太强了 侧面已经顶下来了 BBB打了一个了 MOS刚才没补雷啊 其实游人双居 打完以后直接可以丢雷了 看一下这个雷 弹到后面去 可乐被炸残 这舱门口完全出不来 被炸死了 进舱打药 这咋办吗 我们的踩的空间也不多 只能够冒着生命威胁 往咽声里 赶这一波扫烟 12月出手 放倒了妹妹 就硬混啊 又一个过点 又一个过点 一个兄弟冲完 再来一个兄弟 12月在这个位置完美架子 给大家表演了一波 空枪 要找机会 拿一个伏笔 拿个第二名 可以让大哥去冲完 反正这局外面出不去的 是的 被完美限制死的 这局跟我tma已经毫无关系 我拿个第二也是可以 甚至纪念六一个拿一分 甚至纪念六一个拿一分 诶 看到了 许章甚至想打一波雪 不太行 剩一半也被闪了 进来架着门口想要拿分 这次门口真的一点都出不来 这咋玩嘛 悬念是谁是第二呢 先行哪边呢 诶 这要先打啊 花神了 等一下一打一打一 最后的一打一打一 不至于吧 不会吧 少爷